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租了一年的房子 才住了几个月 房东忽然说要卖房 当我再一次深夜加完班回去 就看见行李已经被扔在了门外 无奈 我拎着箱子 站在寒风中 紧急求助本地土著的闺蜜路儿 小鱼抱抱 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去 公司马上要调任来一位老总 据说超级严苛 最近大家都忙疯了 生怕被这位老总挑刺 你们这位老总人还没到 事儿挺多 路儿大手一挥 我现在在外地 你直接去我家吧 看着手机上发来的地址 和一串密码 我热泪盈眶 极美就知道你最靠得住 站在门前 我怀疑起了人生 路儿 我知道你是白富美 可这也太好了吧 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大平层 每一处装潢 都写着我很贵 你不配 躺入巨大圆形浴缸里的时候 我心里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 闺蜜的搭救职 泡完澡 连续加班一周 外家被房东赶出来的 疲惫感涌上 我随便拿了一条浴巾 往身上一裹 往卧室走的时候 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但当我看到客厅里 突然出现了 西装革履的男人的时候 瞬间清醒 你谁 我死死抓住浴巾 试图看起来穿得多一点 抄起一只拖鞋 恶狠狠威胁他 私闯民宅是犯法的 你知不知道 眉眼清冷的男人 声音低沉慵懒 意味深长 打量了我几秒 嘴角似乎极轻地挑了下 我是业主 这位小姐 需要我帮你报警吗 啊啊啊 对不起对不起 其实那套房子是我哥的 但它就是个工作狂 一年也回不来一次的 谁知道这要巧 就在今天回来了 陆尔在微信里 声泪替下的求饶 我一脸麻木 在人家的地盘 还踩到人家头上撒野 陆明渊刚才没直接 把我扔出去 纯粹只是不想脏了手吧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决定向陆明渊道歉 结果出来的时候 陆明渊却已经走了 连他的箱子也一并消失 我松了口气 转念想到陆尔说 他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国际航班赶回来的 又觉得自己就像是个纠战雀巢的反派 明天我就搬出去 刚一到公司 就感觉氛围很不对劲 我冲着张姐眨眨眼 张姐左右看了看 才错过来小声 咱们的新老总今天就要来了 怪不得 外面突然喧闹起来 副总一行人 粗拥着一个年轻男人走了过来 陆总好 我也联盟起身 跟着大家一起问好 那群人却忽然停了下来 一道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迟疑着抬头 正对上一双十分熟悉的眼眸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 新来的陆总就是陆明渊 陆明渊看到我的表情 挑了挑眉 倒杯咖啡过来 所有人都看向了我 我暗暗咬牙 我看出来了 这男人记仇得很 我完了 陆总 您昨天没休息好吗 咖啡送进去的时候 副总正小心翼翼问着 陆明渊撩起眼皮扫了我一眼 又很快收回 嗯 平住呼吸 放下咖啡 正准备迅速逃离 副总却忽然冲我招招手 陆总 这是小鱼 虽然才来公司不到一年 但学历好能力也强 之前总部 在承熙的两个项目 她都参与了 做得很不错呢 看着副总努力想向陆明渊 推销我的样子 我一阵无力 您就当我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让我消失好了 陆明渊听着 似笑非笑 听说过 我眼角抽了抽 陆二这清歌 家世出色 疼笑高材生 还是商场新贵 真真正正的人生赢家 在他面前说这些 不是官公面前耍大刀吗 还听说过 我怀疑他在羞辱我 但我没有证据 整个公司都因为陆明渊的到来沸腾了 就因为他那张脸 本来以为我这一天肯定要在忐忑中度过 然而并没有 因为敬爱的陆总交给我一个新项目 副总一脸欣慰 小鱼 陆总很器重你呀 好好干 外面的天逐渐飞透 我还在工位上努力搬砖 小鱼 明天周末 等我回去一起逛街呀 陆二没心没肺 我这才想起 还没告诉他 陆明渊如今已经是我的老板 我只是睡了一下你哥的床 他却想要我为他卖命 按陆明渊那出了名的挑剔 我觉得这个项目结束 我要被扒一层皮 陆二突然安静如鸡 那个 小鱼 其实我哥挺欣赏你的 我这么废柴 我哥看我不顺眼很久了 所以 有一个总考专业低 并且能力超强 又超漂亮的闺蜜 就忍不住炫耀了那么一下下 陆二 我和你势不两立 乌漏偏逢连夜雨 字面异议 正当我打算 敲咪咪把自己的行李箱 从陆明渊的房子里拖走 假装从未来过的时候 下起了暴雨 雨很大 就像一平回家找爸爸要钱的那天一样大 偏偏我也撞上了我的爸爸 不是 我的老板 陆明渊站在玄关 笑了 看来苏小姐在这里住得很自在 不是 您误会了 我是来拿行李的 我不是要继续在这住的 陆明渊看了她外面的大雨 借住在这也可以 当加班费 方案明天上午十点交给我 陆二说的没错 陆明渊的眼里只有工作 我想走 但临近元旦 酒店都贵到离谱 打车软件上显示 前面还有一百多人在等待 而我的眼前还有一个良心大大的坏的老板 磨了磨牙 脸上还是绽放了魏武斗米折腰的谄媚笑容 谢谢陆总 陆明渊薄唇似乎弯了下 我恍惚了 陈思 这次的新项目这么赚钱吗 以至于这才刚开始 陆明渊就这么在意 她已经听到金钱进账的哗啦声了吧 这万恶的资本家 我熬夜写出来的三个方案都被否决了 出了会议室 所有人看我都是一脸同情 小鱼 其实我觉得你写的方案很好啊 反正我肯定想不出来 就是就是 早听说陆总在总部就是出了名的难搞 果然名不虚传 虽然但是 哪怕他这么龟毛 我也还是觉得他好帅啊 英 我抹了把脸 昨天晚上看陆明渊冒着大雨离开 把房子留给我住的那么一点点歉疚烟消云散 苏小鱼你清醒点 社畜同情老板 你是疯了吗 忘了他刚才怎么当众把你的方案批评的一无是处的 再次被我以加班的理由拒绝一起逛街后 苏尔义愤疯铁音 太过分了 今天可是周末 开什么玩笑 打工人不配拥有假期 再加上陆明渊这迎头一击 我恨不得一天能有48个小时 我要为你主持公道 苏尔直接登着恨天高 雄啾啾气昂昂杀进了总裁办公室 正巧撞上 我再给陆明渊倒咖啡的迟路一幕 没错我现在还负责陆总的咖啡 可 你怎么能这样霸占我闺蜜不放 陆明渊显然没有将陆尔这点杀伤力放在眼里 是他自己主动要加班的 哦 你可能不知道 他今天的加班费是三倍工资 陆尔顿时一副被深深背叛的表情看向我 苏小鱼 就为了三倍工资 你就把我抛弃了 闺蜜情可贵 金钱价更高的道理 你不懂吗 另外 你再在这里耽误下去 这个月的零花钱限额 陆明渊显然很清楚 自己亲妹的命门在哪里 陆尔当即义正词言 苏小鱼 女人事业为重 我永远支持你 原来小丑尽是我自己 陆尔还不忘鼓励我 小鱼好好努力 以后养我 可能是怕彻底失去我 临走的时候 她还是扒在门上 冲着陆明渊撒娇 试图为我争取一点人权 哥 小鱼可是我最好的闺蜜了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对她好一点嘛 陆明渊头也没抬 你下月零花钱也没了 暴君大带都喜欢搞连坐 怎么说呢 闺蜜这种物种 有时候不要也挺好的 我一边疯狂改方案 一边不停找房子 但这个时间本就尴尬 加上公司 在市中心 附近的房租都高到天上去 前房东把我赶出来 可押金还没还呢 日子过得紧巴巴 老妈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我站在窗边 俯瞰着繁华的都市 简直指点江山 挥斥方球 妈妈放心 我在这边过得挺好大 我们新来的老总特别器重我 让我独立负责一个大项目呢 他都离不开我的 老妈大为放心 那你们老板眼光真不错呀 我轻则 还行吧 挂了电话 转身准备回去 就和陆明渊打照面 哦 我还行 陆明渊的声音 好像从天边飘渺的飘过来 他眼光好不好我不知道 他耳力反正好得不行了 我错了 我不该在公司这么骂自己的老板 于是我改为在家里骂 哦 不对 是老板的家 我躺在沙发上 恶狠狠蹂躏抱枕 你行 你特别行 欺负不了陆明渊 只能退而求其次 云露一下听说他专门从国外定制的沙发了 我以为之后等待我的 肯定是陆明渊的继续刁难 然而出乎预料 周一的例行会议上 陆明渊竟然对我的方案点了头 普天同庆 小鱼 方案通过了 恭喜呀 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附近新开了一家川菜馆 听说味道很不错 同事林浩笑着凑过来 咋 现在的小帅哥都这么细心体贴的吗 连我喜欢吃川菜都知道 我眼睛一亮 立刻扭头看向张姐 打算喊大家一起聚个餐 好啊 那我 你们一起去 剩下半句话尚未出口 一只白皙修长的手 忽然拎着一个袋子 放到了我宫位上 我下意识瞄了一眼 立刻在里面看到熟悉的味药盒子 尔尔给你的 陆明渊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神色很淡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胃病 陆尔尔还半夜陪我输过水 所以在这方面一直对我看得特别严 但是 派清歌过来叮烧 也是太过分了吧 我浑身一抖 看向林浩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最近加班挺累的 今天想早点休息 没有经过陆尔允许吃的每一根辣椒 都将成为我的罪证 林浩脸上闪过一抹失落 又很快笑起来 行 陆明渊留下东西就走了 只留下战战兢兢的众人 小鱼 陆总对妹妹这么好的吗 那天她被赶出总裁办 我还以为陆总对谁都体面无私呢 现在居然肯帮忙给你带药 到底是亲妹 哪能不心疼 也是 我毫无灵魂的一笑 你们是没看见她刚才的脸色有多冷吗 果然我还是太天真 陆明渊这种资本家 怎么可能会突然转性 陆尔敢这么使唤她 果然最后都报应到了我头上 方案敲定 后续的工作依然繁忙 以至于我连看房的时间都没有 就这么一直拖到了元旦 看在那几盒喂药的面子上 我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菜 决定趁着节日修补一下和陆尔的闺蜜情 然后我等来了陆明渊 他进门的时候还在打电话 大概是我的眼神太惊恐 他先是看了餐桌几秒 又打开了手机免提 陆尔欢喜的声音响彻房间 所以哥你就帮我吃了吧 窒息中 我翻出手机 就看到陆尔十分钟之前发来的消息 一张惬意而温暖的沙滩照 小鱼 忘了跟你说了 我出来完了 时差才到过来 不过你的手艺那么好不能浪费 我让我哥带我去吃了 爱你么么哒 您可真是历历皆辛苦 我拉黑了陆尔 正想着怎么把陆明渊赶出去 就见他已经在餐桌前坐了下来 他随手扯了下领带 衬衫领口掠开 窗外璀璨的灯光 映照在他精致的侧脸上 难得显出几分慵懒 以及 虽然我不想承认 但确实存在的 性感 他抬头看我 挑了下眉 我能吃吗 鬼使神差 阿弥陀佛 我化不尽脑子 能啊 他笑了下 我终于回神 如坐针毡 苍天啊 美色误人啊 为什么别人元旦都在秀恩爱 而我却还在伺候老板啊 坦白来说 陆明渊不工作的时候 那张清俊的脸就过分招人 一开始我还担心和老板同桌用饭可能会消化不好 但事实证明 好看真的可以当饭吃 他坐在那 不开口就刺成风景 当我打算去盛第三碗米饭的时候 陆明渊终于看了过来 和我一起吃饭 胃口这么好 好好的男人 偏偏长了张嘴 我不但是打工人 还是干干人不行啊 咽下即将脱口而出的心里话 我挤出一个笑容 言不由衷 机会难得嘛 陆明渊的笑意好像深了点 果然 没有老板不喜欢阿谀奉承这一套 不过好在之后 他没有再嘲笑我的饭量 还主动去刷了碗 我站在厨房外 受宠若惊 陆总 这多不合适 哪有让客人刷碗的道理 还是我 陆明渊没理会我 干净利落地刷碗 顺手将碗筷放入了橱柜 我立马闭上嘴 哦 这本来就是他的家呀 我才是那个做客的啊 算了 只要我不尴尬 这些都不是事 再说 老板伺候刷碗 这待遇几个人能有 我自我安慰了一下 鼓起勇气问 陆总 您今天晚上在这里住吗 陆明渊动作顿了下 回头看我一眼 我反应过来 也瞬间风中凌乱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这是您的家 您当然想干嘛干嘛呀 我真的只是单纯问问 毕竟您刚刚那样子 真的不是在宣告领地主权吗 尔尔这次倒是没夸大 陆明渊道 你的手艺确实不错 我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 陆明渊你生事在内涵我 陆尔我跟你事不两立 有的人一拉黑 就是一辈子 虽然以前跟过两个项目 但这次毕竟是我第一次独立负责 我忙得四脚朝天 因为饮食不规律 胃又腾起来 我趴在桌子上 一手按着位 一边跟人打电话 进行内容对接 一个保温筒放在了旁边 我连忙抬头看 尔尔给你定的 陆明渊大约真的不喜欢 被亲妹使唤 脸色泛冷 我小心翼翼接过 瞬间被百合山药粥的香气 冲昏了头脑 但我绝不是这么容易 被收买的女人 一碗粥就想求我原谅 谁来弥补那天晚上 陆明渊漫不经心的一句 我不止这一处房产 对我造成的成敦伤害 做梦 洛尔似乎也意识到了 这次犯错的严重性 虽然还躺在我的黑名单 但每天开始变得格外殷勤 早午晚餐几乎被她包圆了 也不知道她怎么说 东陆明渊帮她带这么多次饭的 于是我决定原谅她 把她从黑名单放出来 陆二 看在你这么多顿饭的面子上 我们再续前缘吧 陆二一脸猛 饭 什么饭 我头上缓缓冒出一个问号 然后变成惊叹号 什么饭 回想起这段时间吃过的糖醋里脊小米粥 鱼香肉丝排骨汤 我泪流满面 所以原来我拉黑你这么久的时间里 你一直对我不管不问 陆二 我看透你了 陆二试图挽救 那不是还有我哥呢吗 你看我之前求他看在我的面子上 对你好一点 他果然照做了吧 你懂什么 欠老板的 你让我这种社畜 拿什么还 我再次把陆二拖进黑名单 生无可恋 真正厉害的老板 就是能让你心甘情愿被他压榨 你还说出一个不辞 看着面前再次被拎过来的保温筒 我简直歹难心惊 谢 谢谢陆总 不过我今天自己做了便当 要怎么开口 要怎么问呢 陆明渊盯着我看了几秒 点了点头 他像是没事人一样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忐忑 到了被咖啡递进去 我磨蹭半天 还是没能开口 还是陆明渊停下了手里的工作 有话要问我 我硬着头皮 是 就是 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陆明渊好像就是在等我开这个口 然而项目合作方打来的一通电话 打断了这场谈话 我匆匆出了公司 一直忙到晚上11点 才顶着寒风回去 结果直接病倒 第二天早上 被一阵手机铃声震醒 迷迷糊糊终点了接通 喂 老妈的声音带着焦急和担心 小鱼 你生病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嗓子肿了 额头滚烫 更关键的是 老妈打的是视频电话 把手机放旁边 我知道自己这个时候的脸色一定不怎么好看 没事 就是小感冒 吃点药就好了 老妈还是不放心 怎么突然就病了 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我拖着乏力的四肢换好衣服 安慰她 我真的没事 看了眼时间 已经十点 我的心抽痛了一下 我的全勤 浑身难受 还承受着巨大的金钱损失 以至于我竟半点没听到外面的动静 你们老板也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么虐待我们家宝贝女儿 果然是亲妈 永远跟我同仇抵抗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老妈忽然脸上一变 结结巴巴开口 小鱼 你 你 你男朋友 什么男朋友 我回头 跟老妈一样 冻僵在原地 妈 你听我解释 我没有跟这个男人同居 我只是住在了他家而已 不 不是 妈 她是我 同事 我托她 给我带点药过来 我已经不敢去看陆明渊的脸色 老妈闻言 脸上居然闪过几分失望 但又很快振奋起来 那你这个同事 妈好的妈 陆明渊居然真的走了过来 微微俯身 那张脸顿时让我的手机镜头蓬壁升灰 我好像真的烧得很厉害 连她靠近的空气都变得滚烫 阿姨好 老妈乐得合不拢嘴 哎呦 你好 你好 小鱼 你们老板虽然人不怎么样 但是同事都很优秀啊 我妈一定是我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挂掉电话 黑色的屏幕上 倒映出我惨兮兮的脸 陆总 您听我解释 我努力让自己的表情 看起来真诚点 我真的不是故意迟到的 转移话题 她是不是就能遗忘刚才的一切 陆明渊看着我 没说话 我快要窒息了 我已经收拾好了 现在就可以去公司 我保证一定好好完成工作 陆明渊忽然转身往外走 跟上 我连忙追上去 直到出了门 才发现陆明渊去的方向不是公司 但我哪有胆子质疑老板 沉默一路 直到站在医院大厅 我才忍不住开口 陆总 您身体不舒服吗 陆明渊看我一眼 诞生反问 高烧还去公司 是我错了 这种状态 万一工作上出现失误 把我卖了 也不够赔的 眼看着针头即将扎进手背 运针的 我连忙扭头 结果 正撞上陆明渊看过来的目光 她原本冷淡的脸上 忽然浮现了一丝似有若无的笑意 苏小鱼 隔壁病房的小朋友都没怕成你这样 丢人 太丢人了 我咬一咬 心一横 陆总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陆明渊眸光微动 点了点头 我张了张嘴 终于豁出去 我现在请病假 还来得及吗 能把我的全情还给我吗 不知道是不是看错 陆明渊的脸色 忽然就冷了几分 不是吧 一个全情你这个当老板的 这么计较 你这样我很难为你卖命啊 我忍痛 算 算了 我换个问题 就之前的范 听我愿意放弃全情 陆明渊脸色终于和缓了些许 我尽量说得委婉 就 我没什么 我就是想问问 饭钱 还需要我付吗 按理说我们公司不包吃包住 可那些饭也不是我主动要求他订的呀 按照洛尔在他亲哥这里的分量 我很怀疑那些饭吃下来 我可能还欠了陆明渊一大笔债务 陆明渊就那么看着我 眼神凉的我想哭 这男人怎么一提钱就这样 苏小鱼 陆明渊忽然笑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出了几分咬牙切齿 你可以 他起身就要往外走 我想都没想 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陆总不要走 有话我们好好说啊 惹谁不好惹老板 虽然我不是有心的 但现在不挽救的话 我以后还怎么走上人生巅峰啊 陆明渊忽而站定 我僵住 缓缓低头 看着被我紧握着的那只养尊处优白皙修长的手 这 这应该不算玷污老板吧 干什么呢 护士姐姐走进来 帮我调整了一下低速 不满地瞥了陆明渊一眼 女朋友生病了 还不知道好好照顾 死寂 我颤抖着思考 发烧的时候 昏厥好像也不过分吧 现在还来得及吗 陆明渊又坐了回来 大概他也觉得 在医院因为这种误会 闹起来挺不合适的 等护士姐姐离开 我立刻奄奄一息 陆总 我真的不是故意影响您的轻欲 您别在意 陆明渊垂眸看了眼 仍旧被我拉着的手 挑眉 那表情似乎写着 我都已经被你碰了 还有什么轻欲可言 我连忙撒开手 我保证我真的对您 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我以后一定勤奋工作 努力报答您今天的恩情 陆明渊这人 真的是斤斤计较 那天从医院出来之后 他就又恢复了一贯的 资本家的绝情 我勤勤恳恳 每天订阅项目进展 争取把报答老板 落实到实处 但他好像总还是不满意 小鱼 你得罪陆总了 张姐凑过来 一脸好奇 我叹口气 岂止是得罪了 简直得罪狠了呀 谁让我睡了他的床 还把他摸了 未经之计 只有拼命工作 自我压榨弥补了 好在项目进展一直很顺利 陆明渊虽然平日里 对我冷冷淡淡 但涉及工作的时候 还是很公司分明的 等项目结束 时间一转眼 就来到年底 公司举办了盛大而热闹的年会 气氛热烈 独立负责的项目成功 不少同事过来敬酒 计算着年终奖 我高兴地跟着多喝了好几杯 升职加薪 只可待呀 苏小鱼 苏小鱼 喝得脸上发热 晕晕乎乎中 有人喊了我的名字 我顺着声音朝台上看过去 就听见周围人 忽然鼓掌欢呼起来 恭喜苏小鱼抽到特等奖 双人豪华海岛游 好家伙 我这个飞球 还有这等运气 这公司来得直了 我兴冲冲上台 就看见旁边还有一张很眼熟的脸 哦 特等奖是老板亲自来颁发的 嘿嘿嘿 虽然你克扣了我的全勤 但是挡不住我运气好吧 还是得乖乖把特等奖给我吧 陆明渊 我喊了他一声 陆明渊脸上似是闪过一抹诧异 好像没太听清 扶手靠近了些 嗯 梦境夹然而止 我扶着几乎炸裂的头坐起来 余光却看到床头柜上放着的醒目的特等奖小排排 不是梦 我反应了一秒钟 抱着被子尖叫 公司是我家 拿过手机 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老妈 却看到上面一大堆未读消息和电话 哟 看来我仍然很不错嘛 居然正多祝贺我 小鱼 你还好嘛 小鱼同志 组织永远记得你 其实现在好公司多的是 小鱼呀 我觉得以你的能力 跳槽肯定有更好的发展的 加油 什么跟什么 我奇怪地点开了张姐的对话框 张姐 怎么了 张姐二话不说 甩来一个视频连接 我点开 镜头正对着年会的领奖台 我站在上面 手里拿着特等奖小排排 不知道念叨了一句什么 陆明渊靠近了些 然后我就直接拿过了旁边主持人的话筒 冲陆明渊展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声音通过音响传遍全场 我说 陆明渊 喊爸爸 我麻木地关上视频 精神开始恍惚 到底是谁给我的勇气 让我骑在陆明渊的头上 这么撒野 小鱼 那个 陆总没把你怎么样吧 张姐的语气满是担忧 我喘了口气 气若犹思 还活着 不过今天到公司应该就能知道我的死期了 啊 张姐一脸猛 不是 我是说昨天晚上 陆总把你带走 你还好好的吧 什么 什么 我回过神 迅速打量周围 就要发现 这里果然还是陆明渊的那套房子 其实 其实当时 我们想救你来着 可 可是你抱着陆总不撒手 我们也不敢去硬拽啊 再说 当时那情况 陆总要做什么 我们也没胆子 去拦不死 我最后那口气都要断了 我 抱 正 他 不 撒 手 张姐你们见死不救 也不能找这么烂的理由啊 我苏小鱼 怎么可能做出那种毫无节操的事 堵堵 这个时候出现的敲门声 简直就是我的丧钟 我浑身僵硬地打开门 陆明渊穿着家居服 居高临下淡淡看着我 醒了 我立马低下头 行 醒了 陆总对不起 我昨天喝醉了刷酒疯 我真的 真的不是故意的 陆明渊声音很停静 酒后吐真言 虽然这话说的也没错 可我这时候要是认了 岂不是死路一条 我委屈巴巴求他 试图让他看在 我对公司还有用的份上 放我一马 可是喜欢挑刺的黑心上司 压榨员工的无良老板 满身同臭味的黑心资本家 我从来没有一刻 如此希望自己是一个哑巴 不 不是的 我喝醉了 总是喜欢说胡话的 您不要当真啊 陆明渊忽然拿出手机 点了两下 然后我就听到了 熟悉的我自己的声音 陆明渊 你不要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 等将来我苏小鱼赚钱了 谁压榨谁还不一定呢 当然 看在你这张脸的份上 我倒是可以考虑 给你加个价 等等 你身上还挺香的呀 要不现在就加价 如果我有罪 老天会惩罚我 而不是让我对着老板 耍完酒疯又耍流氓 我死了 凉透的那种 苏小鱼我回来了 陆二不愧是我的好闺蜜 永远不会错过 我的每一次死亡现场 咦 哥 你怎么在这 陆二进门 先看到了陆明渊 你昨天没睡好吗 想起陆明渊眼下泛着的淡淡青涩 我惭愧的低头 昨天那种情况 他要能睡好才是怪了吧 陆二往里走 终于看到了我 顿时瞪圆了眼睛 视线在我们两个身上 疯狂扫视 然后他脸上露出了 又惊又喜的神色 给我补上一刀 苏小鱼 你这是翻身浓奴把人 他咽下了最后那个字 看向陆明渊 清泽 哥 这才一个晚上 你不行啊 陆二失去了半年的零花钱 他委屈地啃着方便面 小鱼 我以后就靠你了 我无力望天 你哥对你都这么狠 我应该也很快就要失业了 他往卧室的门瞥了一眼 神秘兮兮 昨天那情况 你们真没发生啥 老实说我哥这长相 应该是你的菜呀 这你居然都能忍得住 就是没忍住 才落到这个境地的呀 我没敢说 我八万陆明渊不撒手 更没敢说 我还言语调戏了他 正好他今天要出差 我还能趁着这个机会 去公司和大家好好告个别 想起陆明渊出门前的 那句等我回来 我们好好谈谈 我忧心忡忡 自己离职应该 比开除强一点吧 我给老妈打了电话 跟她说了准备辞职的事情 老妈不理解 但听我语气念念的 也就没细问 没关系啊小鱼 工作做得不开心了 那我们就不做了 不过你上次那个同事 我看人蛮好的 没发展发展 钱没了 人你总得捞一个走啊 听出老妈这层意思 我哭了 不仅发展了 还发展到了 我不能控制的地步 回到公司 所有人看向我的目光 都带着惋惜和同情 我早早写好辞职信 就等着陆明渊出差回来批复 结果这一等 就是一星期 再看到他 依然清俊贵气 好像年会上的那些事 半点没影响到他 哦 影响的是我 将咖啡放下 陆明渊这才抬眸看来 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 微微醋眉 项目已经结束 你不会还在熬夜加班吧 这是觉得我效率太低了 还是暗示我负责的项目已完成 我该失去一点自己离开了 我颤微微双手 递上辞职信 陆总 您看一下这个 陆明渊垂眸看了眼 停顿了好一会儿 这是什么意思 总裁办的暖气 怎么好像不好使了 冷嗖嗖的 我咳嗽一声 就是 我觉得我能力不足 实在是担不起 所以 所以想辞职 工资不够高 特别高 同事难相处 好相处 怎么临走了 还要再捧你一把吗 我低着头 您放心 工作我都已经交接好了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转的 另外 房子我也已经找好了 今天回去就搬 苏小鱼 陆明渊打断我的话 现在辞职 年终奖和年会特等奖 都要收回 我咬牙 陆总 您这样是不是不太合适 虽然公司也不是离不开我 可这本来也是我应 公司能 我不能 我瞬间惊恶抬头 却见陆明渊已经起身走了过来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下意识退后 直到脊背底上墙角 退无可退 陆明渊眉心微醋 似是在想着要怎么开口 偏头想了好一会儿 氧气好像都被抽干 我下意识拿起辞职信挡在中间 陆 陆 不是跟你说了 等我回来好好谈谈 陆明渊眼底划过一抹无奈 又上前半步 我能看到他深邃的眼底似有什么在涌动 男人身上冷清的气息几乎将我笼罩 难以呼吸 如果你实在是想 他低声道 叫祖宗成吗 他靠得实在是太近了 我甚至怕他听到此刻我疯狂跃动的心跳声 不用看我也知道我的脸一定红了 不是我禁不住诱惑 实在是美色当前 哥谁谁把持得住啊 陆 陆明渊 我真的不懂 为什么不该说话的时候我重拳出击 该说话的时候我结结巴巴 你 你什么意 不是我我哪敢要不还是陆明渊看着我 微微挑眉眼睛里带了笑意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 这话说的好像也没毛病 我现在还能活着站在这就已经是奇迹了 我羞愧又窘迫的低头 居然不敢看他的眼睛 随后他轻叹一声 是我不敢 我从内想过像他这样的天之骄子也会说出这样的话 下意识抬头 就跌入那双深邃寒笑的眼眸中 他问 是我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 又或者 我现在告诉你 我喜欢你 是不是还来得及 啊呀 然后呢 然后呢 路而猛地从沙发弹起来 宛如打了鸡血 我无脸 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回想起来 当时情景脸上还是发烫 然后我就把辞职信拿回来了 不过倒是多了一个男朋友 我很为难 姐妹一生一起走 谁先脱单 谁是狗 我也不想的 可陆明渊那张脸杀伤力太大了 我鬼迷心窍就点头了 等我回神 一切都完了 路而热泪盈眶 丝毫不介意 看看 现在可是他求着你留下来 打工人的最高境界 莫过于此了 苏小鱼 答应我 好好收拾他 然后搞他 把他的家产都夺过来 盛世哪里不太对 那里面盛世本来还有你的一半 你不懂 路而悠悠一叹 我哪儿是我哥的对手 只要他想 我一毛钱都不可能从他那里抠出来的 我深以为然 他现在都还没把我的全亲还回来呢 说什么要让我长个教训 以后不要拼命加班 都是糖衣炮弹 其实我觉得你的道行也镇不住他 还是搞个孩子保险 路而同志 你的思想很危险啊 路而一脸慎重地拍了拍我的肩 本来双人 有我还想陪你一起去的 现在只能忍痛割爱了 你带我哥去吧 我就这么被安排了 直到站在海警房的落地窗前 我还在怀疑人生 路明渊 我给你打工 到头来还要用我的特等奖 带你出来旅游 我亏大了呀 路明渊从后面抱过来 下巴抵在我肩上 从善如流 嗯 谢谢老板保养 你身份适应的还挺快呀 但是这话听着 怎么有点耳熟 这个小插曲很快被我忘掉 毕竟免费的豪华海岛游真的很像 海鲜 游艇 沙滩 身边还有个走到哪里 都能成为焦点的大帅哥男朋友 苏小鱼 何得何能啊 我举着香槟 躺在沙滩椅上 简直舒服地冒泡泡 余光一瞥 就看到路明渊正站在不远处打电话 海风吹动她黑色的鹅发 越发轻贵惹眼 我晃了晃脑袋 好像又喝多了 不然我怎么会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呢 要回去吗 陆明渊走过来 手掌贴了 贴我发热的脸 我下意识点了点头 却没动 她看着我笑了声 俯身把我打横抱起 这一动 她的手机就掉了下来 我连忙顺手接住 正要还她 余光就批见了一条消息 那款包我开上好久了 谢谢哥的赞助 陆二被停了半年的零花钱 现在不是应该再啃泡面度日吗 海岛游 陆明渊言简一概 哦 陆二还知道用出卖我这种办法换钱呢 算了 回去再和她算账 我把手机还给陆明渊 任由她把我抱回了我的房间 困一家醉酒 我打算去倒杯温水 刚走几步 就看到地上掉了一个黑色的钱包 陆明渊的 估计刚才抱我回来的时候掉的 我捡起来看了眼 却瞬间僵住 钱包里放了一张照片 傍晚余晖灿 一个身穿学士服的女孩回眸看来 风扬起她的头发 笑意明媚 那个女孩居然是 我 脚步声从身前传来 我缓缓抬头 和刚刚洗完澡的陆明渊对视 她也看到了我手里拿着的照片 微微挑眉 电光火时 我想起了一件事 毕业的那天 我穿着这身衣服 拍完毕业照 又拉着陆二去喝酒 陆二说她哥要来接她 耸的一批 滴酒不沾 我嗤之以鼻 酒桌上指着不远处一个背影挺拔帅气的小哥哥豪气甘云的历史 陆二看见那帅哥了吗 将来我苏小鱼一定要努力赚钱 包养他 包养他 包养 他 陆二 我拿着照片的手开始抖 陆明渊俯身 唇角微挑 他没喝酒 可我闻到了浓郁的酒气 几乎将我们之间的空气 充盈得满涨 的确是我让阿尔帮忙的 他微微偏头 算是解释 毕竟 等了那么久你都没来 只好我来了 我慌望捂住眼 我喝醉了 我年少无知 我童言无忌 陆明渊你这样只围着郁金 在我面前根本是降维打击呀 腹肌是六块还是 还是八块我还没数清 不是 所以 现在 他拉下我的手 低沉含笑的声音落在耳畔 钱赚到了 可以包养我了吗 我忍了忍 没忍住 那 那 那我说点利息 这海岛游很贵的 他总归得给点表是不是 陆明渊好像笑了一声 扶手吻了过来 苏小鱼 我被他吻得浑身发烫 迷迷糊糊应了声 神 什么 好好努力 养我一辈子 我松开了手里的钱包 不知道怎么就抱住了他 红着脸点头 啊 哦 哦 好 好的 好的呀 陆明渊 陆小宝 陆小宝在自己房间写日记 我的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 因为爸爸说 妈妈在非常努力地工作赚钱 养活我们一家 爸爸还常常说 做人要知恩图报 要好好报答妈妈 虽然妈妈时常拒绝 但爸爸很坚持 所以 小宝也要做一个乖宝宝 写完这些 陆小宝把小本子收起来 又收拾好小书包 准备去姑姑家玩 姑姑最喜欢给她买玩具了 陆小宝跟爸爸妈妈说再见 站在门口 陆小宝听话地和爸爸妈妈摆手 妈妈今天工作比较累 明天再接小宝回来 爸爸揉了揉她的脑袋 妈妈好像很不舍得她 一把抓住她的小手 我不累 我今天晚上还可以陪小宝看动画片 陆小宝感动不已 妈妈不但赚钱养家 还总是喜欢陪她 但她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要体谅妈妈 爸爸 你好好照顾妈妈哦 陆小宝说完 就转身上了姑姑的车 最近妈妈一定很辛苦 又给姑姑换了包 车子扬长而去的时候 陆小宝隐隐约约听见爸爸的声音 不累累 特别累 就 就动不了的那种 你懂吗 哦 懂了 哎 不是 陆明渊 车子远去 后面的声音就听不见了 陆小宝抱紧小书包 妈妈果然很累呢 刚才肯定是怕她心疼 才故意那么说的 姑姑 我可以在你家多住几天吗 姑姑眼睛瞬间亮了 好啊 陆小宝握拳 妈妈 爱你